众所周知 经历过二战的洗礼和美苏冷战的促进后 人类已经来到工业化时代 但是了解内幕的朋友也一定知道 工业化虽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但是真正达到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却少之又少 从近代史来看 人类共经历过四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成就了大英帝国 第二次成就了大英帝国 美国德国第三次 美国一支独秀 而最近的这最后一次 很多国家基本齐头并进 美国也是在此次工业革命中感受到了压力 所以才有了现阶段的表现 那么大家都知道工业化的重要性 为何真正工业化的国家却少之又少呢 今天我们就不讲设备 不讲细节 就讲宏观上影响工业进程的东西 首先要知道的是 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 有三个基础条件 第一人口 第二土地 第三经济 这三点基本上缺一不可 如果少了其中一项 基本上和实现工业化便实质交臂 这也是为何美国会把代价工厂开到全球的原因 美国有钱有技术 但是适合建厂的土地以及廉价劳动力太少 如果一个国家具备了上述三点 那也只是符合了成为工业大国的资本 但想要实现工业化 还需要迈过三道坎 第一 资源红利 很不巧 几次工业革命基本都在战争的背景下催化而生 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真正有几个国家可以从战争中发财的呢 所以大家会发现 那些发了财的国家都成为了工业大国 而剩下的基本都一贫如洗 那么这些国家想要快速复苏也是有捷径的 那就是卖资源 比如中东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石油红利 过上幸福的生活 谁还愿意一步步走工业化道路呢 第二点 工业误区 其实不少国家都中了工业化的圈套 比如俄罗斯和印度 大家会发现 这些国家在重工业领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为何还是如此穷呢 原因就是在不断追求西方的脚步中 忘却了根本 轻工业上不来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即便现在有高端武器装备 有大量的重工产品 也不能将国家带出困境 最后无法突破瓶颈 大家也可以发现 工业进程在初段发挥还行的国家 基本都停滞不前 这是为何呢 因为国家整体已经发展到了中等水平 这时候最为难受 国内劳动力享受着中等收入 自然产品价格就要比低等收入的国家更贵 说白了 劳动力价格上去了 但技术没有跟上 所以很难再有所作为 因为失去了源源不断发展的资本